大家好 現在才知道 美女 台灣是美食的天堂 我最近因為到處都染了毒 每次我講到 我是又心痛又痛心 對 心痛是我不曉得吃下多少 痛心是這些生意人還在那邊稻草人 救草人麻將水 在隔開隔開 其實它是切莓吃營養心中有數 你說醬油外面一瓶醬油小小的 一百多塊 它這麼一大公升一百塊 怎麼不知道它是假的呢 豬肉一斤一百塊 它買了二十四塊 那時候不曉得那是死豬肉 那根本就是騙人的 憲哥 我知道為什麼你這麼心痛又痛心 因為這裡面呢 不乏很多都是你非常喜歡吃的美食 對 哇 人家在講 真的 真正話話啦 講頭肌 目視 真正背不動 對啊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人的生活習慣其實在改變 所以外食足是越來越多 有可能你一天三餐 然後每個月幾乎都在外面吃 可是你不曉得 哇 原來我們吃的東西 這麼多不該吃的東西 他們都把它放在人類的食物裡面 實在是很可怕 你講到的重點 其實我們以前叫做 現在廚師都已經變成 這麼厲害 我們過去都說頭肝減肥對不對 其實現在的廚師他不會減肥 台北都頭肝 我們滷那個豬腳對不對 可能要四個小時 再休息一個小時 再兩個小時 有沒有 半點鐘就該回來 所以現在人不只是愛情要素食 愛情連食物也素食都對了 對 對 好 那今天就要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討論一下 到底有哪些食物我們可以聰明的吃 然後有哪些食材是我們不應該碰的呢 等一下就來告訴大家 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道士雅蘭 嗨 大家好 歡迎郭婷 大家好 歡迎小可 嗨 大家好 很可愛 對啊 對 那今天既然是講到毒的話 當然又是我們的毒的化學教授 吳教授 歡迎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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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所謂的黑心醬油 一桶才100塊 現在不是都沒有了 都下架了 我覺得這個很難制止 只要是有錢賺的 可能換一個品質 對 賺錢生意有人做 不過我要請問王老師 這個黑心醬油跟一般的 純釀造的醬油差別在哪 對 這個之前我們在談那個 發酵食物的健康有沒有 醬油你看我們 是古我們那個 西螺最有名的有沒有 對 台灣最獨特的那個 所謂的黑豆醬油 我們去採訪那個老阿扁 是 那個做已經做百年歷史了 對 你知道多麻煩嗎 黑豆買回來洗乾淨 是 再泡了一個晚上 8到12點 泡了開了之後 蒸熟 對 蒸熟以後 立乾 對 熱耶 對不對 對 再來 再加麒菌進去 對 再給它一起發酵 發酵 發酵六個月 對 四到六個月 對 那四到六個月之後才拿出來 再壓榨 對 再過濾 是 再調味 對 最後再裝皮 對 才能做成 所以從頭到尾 醬油這麼麻煩喔 六個月到八個月 對 最少 所以這種所謂的醬油分一個 就是純釀造的 真正有看到那些東西 是 第二個就是化學醬油 這次這個就是化學醬油 所以王老師你也可以瞬間 就為我們變出醬油是不是 對 所以喔 真的假的 瞬間喔 所以你也是魔法師 沒有六個月啊 六秒鐘 憲哥說什麼三分鐘 我謊變三分鐘 變三分鐘 30秒 計時一下 計時一下 我們有醬油 醬油最簡單 第一個 是不是要有味道 對 香氣 香味嘛 是 那香味很 香味有兩大類 一個就是要有醬油的香味 所以我們用一個醬油的香味 對 先把它加進去 醬油煎 醬油煎 做醬油 對 我們要說明 所以可能30秒 會超過一點喔 我們最後加一點這個給它看 其實如果不說明 你應該六分鐘 六百分鐘了 裡面是清水 對 先加水 對 先加水 那把這個味道 哇 這已經變醬油了 還沒還沒 醬子你會不買 因為這個味 還不夠 還不夠 那最後它有一種 厲害一點 它是用一點醬油粉 醬油粉 其實它就是一種 類似味精 味精的東西 是白色的 類似味精 用一點像味精 這個是味精 味精 我知道了 加了那個粉跟味精之後 味道會變得更飽和 更鮮 對 不然會吸鹹 對 你就會發現 就醍醐味出來 對 那再來加一點鹽 鹽吧 鹽一定要 那等一下我們試試看那個味道 現在已經聞到味道 我這邊已經聞到有醬油粉 真的 已經聞到了 那這個是味道 味道先出來 那顏色不夠對不對 顏色不夠 好 那就是我們講 現在在探討 色素 這兩天的新聞 對 焦糖色素 焦糖色素 焦糖色素這樣加下去 不會有焦糖味道甜甜的 不會 不會 這焦糖是沒有味道的 它是色素 你講那個是焦糖馬其朵 哈哈 這個只會有顏色 這只有顏色沒有味道 這只有顏色 那憲哥 這差味道 我們要檢定 我們試一下味道 來 憲哥是不吃的喔 我試一下 你要吃 啊 王老師你吃 你吃喔 不可能 我們如果叫大家閉著眼睛 倒真的跟這個來 你們自己吃都不知道 真的假的啦 你看我怎樣 這個應該要放差不多 四年以上的湖底油 不用不用 教授我聞你吃看看 橡微香 來 先聞看看 你可以 郭欣敢試試看嗎 先聞看看 你現在可以吃你單身嘛 一個人好了 對 我們有家庭 所以你吃好了 橡微香 醬油嘛 對嘛 真的假的 有成年嗎 有啊 很貴的那一種 有媽媽的味道對不對 好生氣喔 小可你有在吃嗎 這個拿來滷肉 這我會買 而且聞起來就有滷肉的味道 我聞起來很香 你幹嘛乾杯啊 哇 這怎麼會買對不對 你眼睛太兇了 喔 再來一杯 真的啊 我比 比之前 喔 這個有熬過了 對 這個有熬過了 不用再加水就好吃耶 請問教授 這個黑心醬油裡面含有的化學物質 對人體有什麼傷害 因為這個快速生產的這種醬油 常常都會產生很多毒的這個東西 第一個 比如剛剛講 它也會加一些 所謂的這個色素嘛 對 焦糖色素 焦糖色素其實裡面就有很多毒了 那我們現在 那些毒會怎樣 現在大家擔心的焦糖色素 就是四甲基密座嘛 一般的焦糖色素 我們把它列在 以歐洲的變號是在150 變號150 可是150裡面有分ABCD很多種 所以你會發現 焦糖色素一旦用的時候 裡面毒性的物質 不只我們現在所擔心的 所謂四甲基密座而已 還有很多東西 那它這個東西 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比如我們現在這種 黑心的浙薑油 製作過程當中 因為你鹽酸氣水解一些 骨粉啊 澱粉啊 或者是這個 所謂的豆類 它產生的這個東西 就所謂單入餅二醇 或叫做單入餅雙醇 但是呢 那只是一個化合物 就化學變化一直變出來 對它只是一個喔 其實它是一序列的化合物並不是一個喔 綠液進去跟豆類作用之後 它出來的是一堆的有毒的東西 而且都是致癌的 哇 都是致癌的 可是 問題是我們的食物裡面 幾乎都要加醬油 對啊 你看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啊 我們今天有準備了乳肉飯 超愛最愛一個 乳肉飯是台灣之光 真的耶 對不對 多少人來台灣觀光 一定要帶乳肉飯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吃到 對啊 而且因為吃得到 還有滷味 邊去美國 他回來第一個要見的人 就是他 滷肉飯 第一個 他不管他們家人怎麼樣 然後還有滷味 也是大家常常在吃的啊 對啊 還有今天我們還有這個 牛肉麵 我超愛吃牛肉麵 三杯雞 紅燒魚 我自己也會煮啊 我們的廠商家裡都要用的啊 所以那你怎麼挑醬油 譬如說 現在啦 好 因為我那天去大賣場 大賣場的人就跟我說呢 現在有 不加防腐劑 然後說叫我一定要冰冰箱 因為他說不加防腐劑 所以一定要冰冰箱 那你想我們如果去大賣場 買這麼大一罐 都不用冰冰箱 我們的那個醬油 嚴格來講 不管是甲乙餅級的這個醬油 都不應該加防腐劑 因為裡面本身就有相當的鹽分在裡面 它本身 它如果說不加防腐劑 實際上本來就不應該加了 那教授不加防腐劑的 我可以不放冰箱嗎 不加防腐劑 你也可以不用放冰箱啊 但是比較容易嗎 不會變質嗎 不是 不能夠在外面太久 不能曬太陽 開封沒開封也是有關鍵 對 唯一可以加防腐劑 大家會擔心會加防腐劑 是所謂 柏檸醬油 柏檸 因為它的鹽很少 對 所以它比較容易長一些 然後我家的醬油開了之後 都沒在冰冰箱 冰箱都放不下了 什麼都冰冰箱啊 不然你不冰 你會發現有時候你在那個 你的那個燥陶旁邊在炒菜 你因為有點熱對不對 對 有時候你醬油倒了也水入來 對 冰口會不會掉下來 你注意看喔 如果久了它這個水入來 地方會發霉的 對 其實醬油講起來是家家戶戶 一定每天幾乎會吃到的 那郭欣你怎麼挑醬油 這第一點一定是先去挑有牌子的 可是老實講我也是挑那種 雖然有牌子 但也就是不到一百塊的那一種 我都買特價的比較多 就說嘛 用量比較多嘛 用量很大耶 昌明哥 對 最近有沒有覺得 好像哪裡怪怪的 有沒有 昌明哥 天星開始jump in了 難怪昌明昨天早上 打電話給我說 他都起不了床 真的 喂 你睡到醒不來 開始落燒沒有感覺了 好 那小可 因為你剛剛講到說 Ben很喜歡吃滷肉 那滷肉的醬油用量超大耶 很大 非常非常大 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為什麼用這一種 是因為我用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就像老師講的 它太容易發霉 所以我就盡量買這樣子 因為它比較快用完 可是像這樣大罐啊 像我滷一鍋的肉啊 這個至少要用到三分之一 留下王老師喔 你剛剛調的這個黑心醬油 它的成本 比如說像這樣的話 成本多少錢 其實這個成本齁 都很低啊 你說這一罐都很低啊 你說這一罐五公升 它外面賣一百塊嘛 那你要不要十塊錢 大概 二三十塊要 二十塊 二十塊 這個二三十塊 沒有 你還連筒子啊 二三十塊 對 連筒子 筒子就已經賣了 二十塊了 筒子大概要 這個筒子大概要五 七八塊 七八塊 所以裡面十幾塊的成本而已 沒有 裡面那個醬油 我看大概十塊錢不到 對 聽說喔 你剛剛有談到那個焦糖的問題 聽說那個焦糖已經擴散出去了 對 其實焦糖大家 剛才才提到 好像喝咖啡 其實咖啡有啊 有沒有 所以焦糖 它非常普遍 非常普遍 你看你焦糖 焦糖布丁也是這樣 焦糖醬 布丁啊 那個都跟這個一樣嗎 可樂 布丁 布丁下面小朋友都吃啊 可樂也是啊 可樂也是 可樂有加 可樂一定要加焦糖 咖啡糖 對啊 要我那個顏色 我講的要顏色 是啊 咖啡糖有咖啡糖 沒有 還有很多一些黑糖的食品啊 喔 是 你懂嗎 要讓它顏色的 你講滷味也是啊 所以它非常普遍的 所以老師這張表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就是現在目前我們這個 焦糖色素的這個 含量的標準 因為之前最大問題就是喝那個可樂 在探討裡面的那個焦糖色素 所以現在美國加州把它定 所以我們壓低了喔 教授我真的很大的疑惑 也就是說我們明明知道說 人家加州才30 為什麼台灣250 然後都沒有人要管 不能這樣低一點喔 這一陣子台灣真的想辦法 要管這個焦糖色素裡面的 這一個成分 它確實是一個危險的東西 都實驗很多都知道它是致癌的 對 那美國人很喜歡喝可樂 對 美國這些大的可樂公司裡面 加了焦糖色素裡面 就含了這個成分 含了這個成分呢 那美國加州政府就很不高興啊 就規定要壓低 就說 你一瓶的這個罐裝的 330cc的 你不可以超過 其實是29個微克 如果你去計算了一下 大概就是0.08個ppm 所以它是管得非常緊 因為美國人喝可樂啊 就當飲料一樣在喝 對 但是實際上來講 我們台灣人也喝可樂 台灣人更吃醬油 對 嚴格來說我們台灣應該規定的 比美國更嚴格才對 更嚴格才對 但是這個當然是有很多 利益團體互相在角力的這個情況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把這個4MEI的這個標準 國家的這個標準 應該把它限定下來 對 不限定下來 會有一個很大的這個風險 如果說醬油呢 好好的去按照所謂的 傳統的方法去做的時候 就不必擔心這個 4MEI的這個物質 沒錯 其實焦糖色素 你自己在做料理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也會跑出來 蛤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 很自然的東西出來 就像你用糖 焦糖色素怎麼來 煮酒了 你用白色的白砂糖 放在鍋子 蓋鍋一直煮煮煮煮煮煮煮 它就變焦糖 它自然就產生那個顏色出來 所以我們只要乳肉 最怕大家加糖 又加很多鹽 糖鹽跟肉 那這個的話 會產生一個 對叫糖化蛋白質反應 那這個東西產生之後 就會很容易傷到我們的 腎食器 教授講名字不能吃 好處是醬煮才會有那種焦 焦的味道 主要是因為在工業上 在製造焦糖色素的時候 它會加上這個 硫的氧化物 以及一些 氨的東西 那在化學製程當中 它就會產生 像我們所擔心的這個4MI 4MEI這類東西 當然我們自己在家裡 在做飯煮菜的時候 你高溫之下 那你還是有蛋白質 還是有糖類 那蛋白質裡面 也會有含硫的物質 那糖類裡面呢 也有這些容易 跟含硫的物質作用的東西 以及裡面有氨基酸 所以你會產生少量的 這種所謂焦糖色素裡面的 這個不良的成分 這個東西當然是我們盡量 不要把我們食物煮得太焦 太黃 在英文上叫做變成中黃色 叫做Browning 你當看見有Browning 有這個中黃色產生的時候 這個食物就有比較危險 所以你看你滷東西滷滷 滷滷滷滷豬腳 有時候你滷過頭了 顏色就會越來越深 越來越深 有沒有 會從淺咖啡一直到深咖啡 甚至到變黑 那個就自然的焦糖 而且我們去挑滷味 都一定要挑顏色深 對 才有滷味啊 而且我們滷滷啊 都是要一直滷一直滷滷到 那種粉透 所以我常常 我常常在做這種 我也自己做這種比較 我想要做健康一點 把這些傳統美食做健康一點 其實要上次 我有一個最簡單的訣竅 就是用 或者用一點好的黑糖 黑糖 黑糖直接 你把它泡水 黑豆洗乾淨或泡水 它自然就會那個黑色就出來 那你這時候再去滷豬腳 滷那黑豆豬腳很好吃喔 所以就不要放醬油 黑豆豬腳 對 自然就會上色 那你再加一點你的好的醬油 這樣就不會太鹹 不會太黑 不會 就不會 又為了那個 甚至有的人你知道 廣東人還要用那種什麼 老抽更厲害的上料 那幾乎都有 那很黑 對 聽說還有更可怕的醬油 對 那請問一下教授 我前幾天看到那個大陸 聽說有人用頭髮 去做醬油 那個做出來不會自然嗎 因為醬油裡面 確實需要一些胺基酸 這些胺基酸 以前是從這個黃豆豆類 去水解或豆粉水解出來胺基酸 但是我們的這個頭髮 本身也是胺基酸構成的嘛 所以實質上來講 頭髮是可以去拿去做醬油的 而且這一個 我們也不要 我能夠說 瞬間醃蘿蔔的神奇魔法是真的喔 眼睛不要燥 好 眼睛抓這個眼睛不要燥 因為太快了 瞬間完成 因為奇蹟馬上就發生過了 好 這個一般我們就加在水裡面 但這個顏色會有一點不一樣 沒關係 它就會變成人間 我感覺王老師完成了 他太快了 他太快了 好笑 有 對 很像 好像在上美術課 對